巴士车库 恐龙玩具 我们来看看第一款 很大的一只恐龙 恐龙蛋变形好以后呢 就是现在我们手里的这款恐龙 这款恐龙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后肢非常发达 前肢呢已经进年退化 非常小是不是 后肢的腿非常粗壮 而且有力 尾巴向上翘起 头上呢 对这款恐龙呢 主要特点就是它的头部 有厚厚的头盖骨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这款恐龙叫什么呢 对它叫肿头龙 啊头像肿起来一样的 轴头龙 躯体非常大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一款恐龙呢 恐龙蛋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恐龙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的尾巴是向下弯曲 不是向上翘起 四肢呢也是有区别的 后肢呢要比前肢要发达一些 脑袋呢很尖 又尖又小 尖尖小小的 身上呢有很多像刺一样的东西 形状呢又像剑 它呢就是剑龙 好下一款恐龙蛋 黄色 看看这是一款什么恐龙呢 好 现在已经是恐龙的形态 好由恐龙蛋转换为恐龙形态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恐龙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四肢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尾巴呢也是微微向上翘起 好 它的主要特点呢在它的头部 头部有一个像惯事一样的东西 那这款恐龙呢叫复制龙 这就是复制龙恐龙 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的最后一款恐龙 这个呢直接就是一个大恐龙 它的特点呢是可以行走 四肢呢非常粗壮 张着大大的嘴巴 还发出奇怪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排 得啊 Allan